有人問我,李嘉誠、劉嘉玲的加字 用來改名字好不好呢? 會不會有很多人從名字呢? 讀到名字的同學出來領獎 李嘉欣 刀 中嘉欣 刀 羅家梁 又是獎長 刀 錢家樂 又得米 刀 每個人都有一個加字 你們幾隻東西是加字背的嗎? 你的名字是什麼字背呢? 夠不夠膽告訴大家 你是什麼字背呢? 講到字背,正式的字背最早起源於唐朝 例如說韓氏字背就是唐朝的韓語寫 字背亦都叫做字派 即是名字裡面其中一個字是表示家族的背份 有些就放在中間,有些就放在最後 這種按字背改名的方式以前是很流行的 在傳統的舊族裡面,男丁才可以按字背改名 女子不入中譜,所以女仔改名可以不講究字背 所以有字背傳男不傳女的說法 那女子字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這個我也想知道,因為我自己的名字都是按字背起的 那今期就來和大家探討一下一些字背的常用字 譬如剛才說李嘉誠,劉嘉玲的加字 這個加字真的很普遍,你身邊總會有一兩個 不過又不是個個用加字都是按字背的 有些純粹是喜歡這個加字,所以才會用 這個字普通話讀加,粵語讀加,加減乘除的加字是同音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用這個加字呢? 你看回加字的字形,又鼓又手又有口 就好像在擊鼓,告訴你,有好東西到的意思 所以加字的本意是指認可美好的意思 又引申為表彰、褒羊、讚羊的意思 再引申為喜歡、快樂、幸福、吉慶的意思 那缺目的朋友不妨參考一下這個加字 是一個業本到爆的名字 用作人名寓意有善良、幸福、美好、快樂的意思 寓意這麼好,難怪這麼多人幫弟弟改名 改公司名都會用到加字 除了我剛才說的,加字的明星還有哪些呢?留言告訴我 除了劉嘉玲的加字,張家輝的加字又為什麼呢? 這個字普通話讀加,粵語讀加,和剛才的加字是同音 這個加字除了字背之外,平時都很習慣用到它的 通常是放在名字中間,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用它呢? 你看看的字形,古代皇宮貴族死了之後 一般會起分座廟,方便用來祭拜 但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就沒有這種廟 通常只會在家裡放一隻豬,方便用來祭拜 所以這個加字下面有個齒字就是這樣解 齒即是表示豬,豬上面是有啞傘頭 所以就有了一個加字 後來加字也引申到住所的意思 這個加字就是這樣來的 後來亦衍生出安家樂戶以及定居的意思 加字也可以引申出自己的家庭住所 或者是室內以及機關部隊等單位的住所地 簡單來說,即是自己的鬥就是自己的家 缺木的朋友不妨參考一下這個加字 是一個好業滿又大吉的字 用作人名有溫暖、權傑有愛、風衣足食的寓意 亦亦亦以名字的主人繁榮昌盛、興旺家宅、和和美美的意思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點個讚收藏起來 第三個是佳字背 又不一定是字背 平時改名都很慣用到佳字 普通話讀詞、粵語讀佳 和行佳佳的佳字是同音 看回字形從人歸聲 本意是指人得到帝王授予的代表權力的歸 右部分的歸表示潔白美好的肉 所以佳字的本意是指樣子美好的意思 又引申為喜愛讚賞的意思 缺木的朋友不妨參考一下佳字 是一個好業滿又大吉的字 表示名字的主人生得帥仔、帥女 性格樂觀、開朗、積極、主動、又出眾的意思 右部分兩個土是表示固定財富的意思 所以佳字也象徵著家庭付足的意思 也象徵名字的主人豪爽、有儀器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覺叫佳的人都很大方 但如果佳字不適合名字的主人 就會帶來一些反效果 例如做事鑽牛角尖、亂拼錢 所以適合自己的東西才是最佳的 第四個就是超字 講到超字背 你可能會想起賭王何鴻生的子女 何超儀、何超勤、何超連等等 這些都是超字背的 我猜可能她的父母是想子女超越自己 看回這個超字 普通話讀超,粵語讀超 再引申為超出性過的意思 又引申為超凡、超性的意思 再再引申為超遠的意思 缺今的朋友不妨參考一下這個超字 用作人名的熱度是很高的 男又用得、女又用得 是一個很熱門又大吉的字 寓意有品學兼優、出淚拔水 積極向上、才華出眾、畅耳不凡的寓意 亦都寓意著名字的主人 超越他人、超越自己、超越時代的意思 是一個好名 講到超字 你又會想起哪個名人、明星呢? 留言告訴我 第五個 海字背 普通話讀鞋 粵語讀海 這個字的本意是指大海的意思 又引申為西洋的、外來的的意思 又引申為極多、沒有節制的意思 缺水的朋友不妨參考一下這個海字 男女都用得 是一個很熱門又大吉的字 用作人名有博大、空懷、寬廣、隱讓和包容的意思 就好像大海一樣海立百川 所以很多父母都很慣用這個海字作為人名 海字的寓意好 加上有夠響亮和很容易搭配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在廣府地區經常見到的燕字背 這個字是多音字 普通話讀鞋、鞋 粵語讀鞋、鞋 當表示國名或者盛事的時候 就讀鞋 例如鞋山、鞋國 其餘情況多數都是讀鞋 例如燕窩、燕子 或者分飛燕 這個燕字的本意是指一種鳥 古同燕 所以也有安樂的意思 缺土的朋友不妨參考一下這個燕字 寓意有平安、靈獸、聰明、自由、自在、快樂、安逸的寓意 也寓意著名字的主人衣食無憂的意思 如果屏幕前的你名字有燕字的話 不妨留的言 除了我講的之外 還有很多字背 例如孔令輝的靈 靈字背、郭字背、永字背、明字背等等 雖然自背改名現在不姓行 但是自背也是家族的印記 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特別的例制 還可以拉近兩個陌生人之間的距離 所以自背作為姓氏文化的一部分 是應該將它好好繼承和發揚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是姓什麼 是什麼自背的呢 你現在還有沒有幫自己的弟弟 用自背改名呢 留的言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